這邊又有一種榕樹了 這個榕樹的葉子跟我們剛剛看到的能果紅又有點像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關鍵 它看起來很像鏟子 就是它那個形狀很像我們挖鏟土的鏟子的頭 這個植物的葉餅也很長 跟咬人狗也很像 咬人狗的葉面不會像鏟土的鏟子 所以這個葉餅很長 好像是把咬人狗的葉餅拿來裝在能果龍的葉片上 這個叫做幹花絨 樹幹的幹 就是說它的花長在樹幹上 叫幹花絨 幹花絨就是後面這一顆大的 它也是我們這個環境的老熟成熟嶺的代表 它也是可以耐陰的 可以耐陰的 所以這個幹花絨 我們這樣有幾種了 第六種還是第五種? 榕樹 水童木 蘋果龍 水童木 海綠 色葉龍 色葉龍 白肉龍 五種 五種 飛殯龍還沒看到 好大家可以傳一下 好這一樣 這個所有榮鼠植物支條上就會有結 如果採集了斷面就會有乳枝 這是它們的共通特色 這個叫幹花絨 幹花絨也跟大家講一下東部比較多 東部比較多,西部很零星 但是這個零星的狀況,我目前看起來 因為在我們那個...像我們在西海岸這邊做調查 那個淺山環境呢,有時候就會看到幹花榮 有時候,它是很零星分布的,對不對?是這樣子 嗯,對 所以那個幹花榮看起來應該是過去... 零星分布啊 沒有啦,他在笑我說真的是零星分布 應該是過去在西部被破壞掉 像這樣子的分布型 就是它很零星,而且都是大樹 應該就是它這個森林被破壞掉 東部很多原因是因為這個森林破壞相對比較少 所以東部的族群量還蠻大的這樣 這個這樣子看起來是比較有可能